我跟起纳粹子去德国唱的歌 跟我们现在唱的红歌都很相似 高举我们的旗帜 谢谢染红的旗帜 如何跟着远手前进 都是这类的歌曲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这类的东西其实是有点不同的相似性 我自己觉得 某种时候你可以发现 有这么多纳粹化倾向 纳粹绝对他的兴起 不是说一开始做的事 都是让人民很繁衷 不 它让人民很喜欢 比方说社会中间那些小伙伙 都给为了该发这话 该汉就发 根本不讲什么程序 没有老百姓高兴 他这个地体流氓 应该把他们抓起来 看开沙沙的整天 这帮人抓起来特别好 除专项斗争 不只是扫除黑恶势力 剪掉池池叶叶 更要拔草除根 全力铲除滋生黑恶势力的病态土壤 更重要的是这场行动坚持回头看 回头看具有多重内涵 既看整改落实是否到位 也看会不会出现反弹 更看群众的满意度 有没有真正提高 新账旧账都是民心账 依法扫黑除恶 扫除效果除掉病灶 群众就能满账 从而更有安全感 称把长江三十年 涉黑家族终覆灭 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 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蒋经国 更重要的是他们思想 他们梦想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 要有自己的权利 所以董永台股东所有的人 承担你们的社会责任 把你们面前的墙推倒 他们就是害怕 有人大声地说出来 看那个皇帝身上并没有衣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今天对北京华院集团有限公司 袁董事长任志强案一审裁决 说任志强犯贪污 受贵 挪用公款和滥用职权罪 判有歧途刑18年 法院说任志强当庭表示 服从判决不上诉 黄卫瑜报道 接着 由于 从判决不上司 有缺 写不上司